三冬队弄巧成拙 小丁狂砍34分却说坏消息 虽然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阿三砍球 我是阿三 在视频开始前 辛苦大家 长按下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压三的视频给更多的朋友看到 谢谢各位 本期视频大家说一下丁烟宇航最近的一些情况 我们知道目前CBA常规则正在进行 而在进行的第四轮比赛当中 山东队和同西队迎来了一场重要的对决 在这场比赛当中其实对山东队来说 极需要一场胜利来证明他们自己 因为在此前他们也是说到比赛 所以目前为止的话那么对丁烟宇航 对山东队整个球队来说 他们都需要去打败同西队 然后去证明自己的确能力还可以 所以就从这场比赛我们也看到山东队的整体 的确是没有让球迷失望 那么凭借着丁烟宇航的那些主力的强势发挥呢 最终那么山东也是102比90战胜了 同西队 而这场比赛对山东队来说呢也是一个极大的士气鼓舞 那么对他们接下来真诚而言呢 也是一个重大的利好 当然我们从这场比赛当中呢 如果说要说一个球员表现的特别出色 那么肯定就是丁烟宇航 在这场比赛当中呢 他投进了9个三分球 最终拿到了34分5个篮板 三个助攻的超豪华的数据 这样的一个数据呢 其实啊即便是放在丁烟宇航 巅峰的一个时刻呢 其实也是毫不逊色 所以呢那么这一场比赛的一个状态呢 也让很多球迷觉得说 丁烟宇航呢应该是王者回归 已经能够彻底回到一个巅峰状态了 当然其实啊我们回顾这场比赛 可以发现呢 虽然说丁烟宇航取得了一个不错的一个分数 但其实我们可以发现 其实相比较于巅峰时刻的丁绳呢 这样的时刻的丁烟宇航呢 还是有着不少的一个差距和区别 环顾整场比赛我们可以发现呢丁烟宇航啊 其实更多是依赖他的一个外线三分球 而相比较于他以往呢可攻可守 可进攻去直接拿分呢 其实现在的丁烟宇航呢 明显的攻势包括状态都没有没有那么荣稳了 反倒整体的打法呢 显得比较保守 而且呢也整体也是偏向于外向的一个投手 这样的一个角色 所以其实对丁烟宇航来说呢 我觉得他目前那个膝盖伤病对他 他的整体影响还是蛮大的 虽然说目前面对一个比较不强大的球队呢 他能够凭借着那么别那个防守没有那么厉害的话 能够在外线投进三分球 但如果说接下来一旦去遇到辽兰了 广东这样的一个很强大的一个球队那么内线也做的 内线啊包括他们的防守啊 也做的相当到位的这样的一个对手的话 可能丁烟宇航就不能够那么那么得意了 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山东队来说那么这次也真的是弄巧成拙 虽然说他们急于让丁烟宇航赶紧上场去比赛 去拿的分数 但与此同时呢丁烟宇航现在还没有完全康复到巅峰状态 就急急上场比赛了 其实啊也就意味着他现在呢 只能够用这种外线投球的方式来帮助球队去取得一个分数 那么从长远来说呢我觉得不是一个好的消息 因为我们从目前来看如果说丁烟宇航呢 继续维持这样的状态 接下来可能面对广东 辽兰这样的一个对手的话 可能也要吃到重大的一个吃亏 所以其实对税养来说那么目前的看到丁烟宇航这样的状态呢 那么其实虽然说有惊喜 但总体来说的更大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糟糕的消息 在此前税养呢其实就担心丁烟宇航呢回复不了之前那些巅峰状态 所以他也是多次在网上呢是发文去抨击山东队 说他们去针对丁烟宇航等等各类的一个消息 而从目前来看丁烟宇航虽然说取得不错的分数 但是与此同时也暴露了出了他的现在的状态呢不如预期 所以如果说丁烟宇航接下来那么他那个整体的一个勇猛状态 还不能够回归的话 可能他现在呢也只能够啊保持现有的一个一般般的状态 来帮助山东队取得一个艰难的分数了 从长远来看的话那么肯定不是一个好的状态 也不是一个好的消息 我觉得对山东队来说如果说他们本赛季 想要去闯进这个季后赛拿到一个好的名次 那丁烟宇航呢必须回复到之前那个勇猛的状态 回复到巅峰时刻才可以 否则以现在的一个外线投分手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话 可能是真的挺难去帮助山东队呢取得一个更好的名次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拜拜